4月4日,据韩国媒体报道,艺人李美书经纪公司表示,李美书已在调查,结果公布前,请不要对演员有造成伤害的臆测报道和推测性质的留言。 此前,李美书被爆出疑似卷入张子言事件,李美书当时与张子言同一家经纪公司,他想要跳槽到其他公司,为了威胁社长,他串通张子言的经纪人,诱骗张子言写下一份赔税名单。 李美书把赔税名单拿到手后,成功威胁公司让自己脱身,张子言却因此走上绝路。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。